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也就是大户的2021年的下半年的权益 大家都很好奇说下半年的权益会不会改叉 今天我就用五个主题来跟大家聊一下 废话不多说,赶快来看 今天会讲的是2021下半年的存款优惠 刷卡优惠,投资优惠,外汇优惠 跟跟团的好看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来讲咯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大户的1.18高利活储 有没有改二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公告文宣 来,你看到了 他这个2021年下半年的生肖日期 是从7月1号到12月31号 那么你的1.18高利活储可以持续拥有吗 没有问题,一样依旧拥有 所以呢,如果你有放钱在大户里面的 你都不用担心50万以内1.1%全部都拥有 那再来的话呢,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进 你有看到他第二个重点写到升级更容易 就是你现在如果有大户数位账户 但是你还没有大户头的朋友 请你直接加开大户头 那么你就可以立即升等为大户这个等级 那么大户头是有风金证券推出来的这个证券账户 所以他们其实是要把这个产品做一个深度的整合 所以以前说至少要来个十万往来 不论是存钱还是买外币或者是投资 但是现在都不用了 你现在就是只要加开证券户 你就符合大户的资格 你十万块不到 但是你也可以每一块钱都可以享有1.18的高利活储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优惠算是变差了 你可以看一下 那大大的等级如果你没有深为大户的话呢 你放在大户数位账户里面的钱就有0.08 也就是这个机动利率的部分 就比较差了 那大户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1到50万以内是1.1 但是超过50万以上就只剩下0.08 也就是这个机动利率的部分 好这部分算是改差了吧 之前有个0.45的这个集聚全部拿掉了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我后面整理的这个表格 好这边有写到 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的权益的部分 那他所做的改变的部分 我有用这个粉红色的字把它框起来 就是如果你仍然是大大等级的朋友 特别注意 就是你的钱只剩下0.08了 连0.45都没有 那如果你是大户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1到50万里面都仍然享有1.5 都仍然享有1.1% 那这是不会改变的 唯一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50到100万本来还有0.45 这部分的话呢 就只剩下0.08了 这个是年纪动利率的部分 不过呢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改变 也就是说大大等级的朋友呢 你的往来呢 不见得要达10万了 你只要加开大户头 你就可以升为大户的这个等级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简单便明的方式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证券账户的朋友 请你直接加开 线上加开就好了 这是很简单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刷卡的权益 大户这个信用卡的部分呢 其实在两年前推出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都觉得很棒 那现在大家也很好奇说 诶 他的权益到底有没有改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他们也有做公告 来看一下这边 他写到说 其实啊 国内最高有这个7% 海外最高有8%的部分 他是没有改变的 唯一有限缩的部分 是我看我这边写的 这边有个红色的部分 就是大大的等级呢 以前呢 是每个月有600 但是现在每个月只剩下300 他有稍微降了 那在刷卡权益的部分 他还是有新增了 五个通路 这五个通路等一下我会介绍 那也有取消两个指定通路 这个是他们权益变更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大户等级的朋友 你在刷卡的时候 其实权益并没有受到影响 我来看一下我整理的这个表格 这个下半年的刷卡回馈更动表呢 他有讲到这个指定任务 这个1%的部分 基本上你要有大户数位账户 才能够享有这个基本权益 那你其实有开户之后来办卡 就一定可以符合这个指定任务了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 没有办法去做到 因为如果你没有大户数位账户 你也不可能开户 你也不可能办卡嘛 那这次在大大的这个等级呢 在下半年的部分 它的上限由600变成300 所以就是有缩水的部分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 就是赶快加开一户大户头 然后呢 你就可以完整的享有大户数位账户的权益 就是每个月的加码上限为1500 也就是说你可以刷15万以内 都是享有国内2%海外3%的回馈 这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刷卡通路回馈的更新表格呢 好 你看到官网上面写的一样 就是他有把两个通路给移除了 分别是第七点的这个居家的部分 无印良品跟宜得利拿掉了 那我个人推测他拿掉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的商场 百货公司里面都有无印良品跟宜得利 那么商场他在开发票的时候 其实开的是百货公司的名称 而不是比如说无印良品的名字 那造成他们系统上面很难去判定 你到底是不是在 这两个指定通路做刷卡消费 因此他就先拿掉了 不过呢 他还是有新增了五个通路 比如说第三点的行 你这边有看到他有多了一个车马戟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使用这个服务 这个APP 然后来做停车的部分 直接把上大户卡有再加码5%的回馈 也就是说7% 93折 那么第五点的这个REMO 这个读墨的部分呢 如果你们最近有关注宝可梦的平台 其实也有稍微提过 那他们在下半年的部分 也做一个完整的合作 包括大家就是可以使用他的这个 这个阅读器 然后你来买书 一样就是有这个93折 也就是说2%加5%就是7%的折扣 这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通路是宠物的部分 那在这个通路的部分呢 他多了一个宠物公园 如果你家里面有毛小孩的朋友 这个也可以参考使用这样子 那在居家的部分 他又多了两个通路 就是Nature Kitchen跟Pinkoi 这两个如果你有常常去挂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就是使用大户卡来刷 其实呢 他的权益就是少了两个 但是多了五个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其实没有变差 反而让你觉得更好用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永丰的信用卡非常的好用 那你身边有多少永丰的信用卡 如果你都没有的朋友 你也可以来看一下 我整理的这个表格 你就知道说 到底有哪些优惠可以使用 好来给你看一下 这边其实 有很多的信用卡都有到最高10% 比如说 7% 8% 9% 10%都有 那我们大户的回馈 其实至少有 7%跟8%这两个急剧 比如说 刚刚讲的指定通路是5%嘛 所以国内2% 再加上指定通路5% 就是最高有7%的现金回馈 那每个月可以刷 12000 封定 那海外的部分呢 他一样有这个 3%再加上指定通路5% 那你在想说其实大部分的指定通路不是国内吗 其实有一些旅游通路的部分 比如说booking.com或者是agoda的部分 他其实是海外 他就会收海外额外的这个交易手续费 但是呢 你可以拿到的是海外的3%回馈 所以最高就是3加5 就是8%的部分 那在下面还有两张卡片 我有讲到 这个是我们永丰银行的这个sports卡 这sports卡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运动的部分 每个月有消耗7000卡陆地 那么你可以在他的指定通路 比如说一些医疗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 呃 呃 那美妆通路 都有最高 有这个8%的 封点回馈 8%封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封点的一块钱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封点来 换算成现金回馈这样子 那另外上我也觉得也很好用 就是永丰的现金回馈JCB卡 他基本上呢 呃在比如说 Fu Panda跟Uber Eats 这个美食外送的部分 也有额外的这个加码的回馈 那甚至在网购的部分 也有5%的回馈 这也是我这个人非常喜欢用的卡片 推荐给你参考 所以最高有8%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也就是9%跟10%的部分 9%的话呢 就是永丰有一张卡片 就是币贝卡 它是跟双币有关的 那这个呢 我们再等一下会有一些解释这样子 永丰必备卡呢 你在行动支付的部分 Apple Pay Google Pay 然后Samsung Say VB Pay 然后Gaming Pay 然后接下来还有Line Pay的部分 也都是有最高有9%的回馈 这个是你可以参考的 每个月刷1万 最高可以拿900 那10%的部分就更了不起了 比如说 如果你常常去餐厅叫外送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嘛 没有办法就是去超市 去餐厅吃饭 那很简单 你可以去餐厅就是消费 然后呢 选择外带带回家去吃 一样有这个10%的回馈 一样活动到6月30号 那有机会的话 多多把握 多多消费 不错 每个月可以拿200 那从2月到6月 至少就是可以拿 也续5个月份 刷2000到200 这样子 那 最后一个10%的这个回馈 是永丰的必备卡 好 一样海外消费最高有10%现金回馈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拿来使用的 包括我会拿来就是刷卡入境 eToro 这也是很不错的 好 eToro也是 我现在还是有持续在使用的投资平台 提供给你参考 这样子 好 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 要聊到的是投资的部分 其实大户他们这次非常针对这个投资的部分 有做更紧密的结合 包括就是大户头的部分 那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证券账户 我来解释给你看 我准备了就是有三个亮点 然后让你去可以去考虑使用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大户头的这个证券账户之后呢 你可以使用它的封存股的台股跟美股的功能来进行下单 它有点类似是这个定期定额去购买市场上的产品 不论是个股还是ETF都有 好 那方出股现在最低只要100元就可以进行投资了 那最高1万块 100到1万这个区间以内呢 就是最低手续费1块钱 那每个月有三次的扣款日期 分别是6号16号跟26号 好 所以比如说你要投资0050 那么你就可以在选6号的时候来扣1万块钱买0050 那16号也扣0050 就是1万块钱 26号也扣一次0050 1万块钱 那你一个月就可以进场3万块钱 那你的手续费多少钱 只有3比1块钱 也就是3块钱 非常的便宜 这是我个人觉得 小资组如果想要省下手续费的部分 这个部分一定可以参考 还蛮不错的优势 那第二个是封存股的美股 我们都知道 其实美国股市现在 就是大家很热衷的在讨论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低成本 然后可以进场的方式 其实有封金证券的这个 封存股的美股功能就可以了 它一样是每个月有三天可以进场 6号16号跟26号 然后呢 它每一次进场的话 它的手续费是 你的整笔投资金额的0.3% 是它会收取的 那最低要收4美金 不过现在有优惠 到年底之前只要收1美金而已 所以1除以0.3% 算出来的数字是333美金 这333美金的意思就是 你一个月大概是投资 1万块台币左右 你的平均的成本最低 然后呢 这也是 我个人觉得目前对小资组来讲 就是比较低门槛的 因为呢 如果你要用的是封存股 或者是美国券商 通常一次都要 大概30到50万台币出去 你的成本才能够压到最低 所以封存股的美股 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适合大家去使用的标的 那第三个就是 因为大户头 它本身就是一个证券账户 所以它也可以直接进行 下单买卖股票 但是它的手续费优惠呢 可能跟其他比较有竞争力比起来 它就一般般 就是它的手续费率的部分 只有六五折而已 那它的低销是有20块的 所以你稍微除一下 你就知道说 这个20除以0.1425 再乘以0.65 大概那个数字就是 你一次进场大概是2万1左右 你的成本才是最低的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不过呢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投资大户 我也非常建议你就是 在开户的时候呢 打电话给你的证券营业员 确认一下你的折扣数 当然你的交易金额越大 你就有可能谈到越低的价格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依然是可以进行谈判的 那封存股的美股 这个付委托的开户也是一样 你这个买进跟卖出的价格 其实都是可以进行去谈的 包括就是卖出的部分 大概是收0.5到0.6的 这个手续费率 所以这部分你都是要特别去注意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我下面有相关的文章介绍 那你再去仔细的看一看 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有介绍两个投资的APP 我个人觉得很喜欢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 数位账户的APP 就是大户APP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用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他这次有一个不错的这个改进 就是说 他以前是只有上面的这个三个栏位 里面只有投资 存还跟信用卡而已 那他现在多了一个证券的栏位 所以这个证券栏位 你就可以在里面去看到 你在大户头 封存股的台股美股 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证券的总值 跟这个赚了多少钱 他都有写 他们的系统联动的非常好 所以这个我非常的 推荐大家去下载使用 那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下面的 想要介绍 一样就是有写文章 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再来的话呢 是大户头的APP 其实这个证券账户 他自己也有开发自己的 大户头APP 我个人使用上 我个人是觉得 还蛮好用的 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 就是直接连进去 封存股的台股 跟美股的下单交易系统 那你也可以在这边看到 你的所有的证券 持有的这个部分 那包括就是美股的部分 其实也是可以联动过去 我个人觉得还蛮方便的 那也是提供给你参考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聊一下汇率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一个完整的数位账户 你不只是可以就是存钱而已 你甚至要可以换汇 那我们的大户数位账户 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他已经可以让你去购买美股了 这个是跟其他的 数位账户不一样的地方 那买这个美股之前呢 你就要先进行换汇 那美金换汇有没有优惠呢 其实是有的 所以呢 这次我也特别的去研究一下说 他的汇率有没有改差 那结果是这样子的 其实跟现行的汇率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大户数位账户的部分呢 你的减分优惠 美金是让1.5 然后你比较常用的 比如欧元让6分 日元上0.06分等等 其实都是没有改变的 但我也推荐你就是 直接加办一张永丰必备卡 因为永丰必备卡 一样也是享有这个让分的优惠 不过呢 这两个不能够叠加 所以你只要持有账户 或者是必备卡 就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优惠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其实应该是下半年 其实都没有进行更动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那最后的话呢 要来聊一下就是 汇率的这个 这个部分 它其实有时候会推出一些很好玩的活动 比如说这个选美会 这个是6月10号到6月24号 也是近期的活动 那你在换会的部分 你看你就会知道说 它让的比较多 像美元本来不是只有1.5分吗 它现在让到了接近4分 这个让3.8分 不论买进跟卖出都有这个比较多的让分 很适合大家现在就是进场来进行这个购买这个外币的部分 那人民币也让的比较多 甚至连日元以前只有0.06分 现在都上让到0.1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趁机会多换一些钱 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其实如果要换会的部分 我很常在大户的APP换 这边就是三个 我近期换的这个范例 我就直接截图给你看 这是6月10号 然后这个应该是6月8号 然后第三个是6月16号 都是这一两个礼拜换的 一样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兑换的这个让分的汇率 那我平均一次都是以3000块台币来进行换会 那我是少量多次的进行换会这样子 所以我的这个日币的部分就会越换越多 那再来就是因为美金真的很便宜 所以这个27.64 很少看到这么低的价格 我就直接也换了这个3000块的台币 那这样子换一换 没多久之后 其实就可以把钱放到美国里面去了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大户数位账户的操作心法 也提供给你参考 好 那再来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奖品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期待说 既然下半年的权益优惠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那么有没有一些什么额外的好康 有会可以让我们就是 去A个好康吗 我跟你讲 真的有 不论是新户还是旧户 我这边都帮你准备好了 那新户的部分当然就是 由永峰大户那边来抽出得主 那你只要填写本团的跟团代码 那你一样就可以上车领奖 这样子 好 那送什么东西 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后面也有了 第一个 东奥的帆布后备带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当然是去年东京奥运 制作太多的赠品 然后就剩下来的 那我这边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因为这个东奥的 这个东西其实不要小看它 但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责品 但是它其实还蛮实用的 你看 我现在把你拆下来给你看 这个 它这个很适合你就是 打开来 你可以去装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装一本书 最近在看的 华尔街 漫步华尔街 那你把它竖起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背着 就出门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小赠品 一样 就是只要有新户 跟团开户 你就有机会可以抽中这个可爱的小东西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送几组 送50组 其实还真的是蛮多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送一个非常限量的东西 也就是大户最近新制成的赠品 叫做爱马仕的香皂组 那它到底长怎么样子呢 我来给你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爱马仕的香皂组 也是我们全台首发 第一个给大家看的 你看 就是这样子 非常的漂亮 有没有 哇 对 好 那它这个香皂组里面有两个商品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 我看一下这里是洗手乳 它应该有血 对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直接跟爱马仕就是做联名 然后请他们发行的部分 好 看一下这个味道 哈哈 欸 蛮香的欸 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 好 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这个 这也是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真的很需要常常洗手 好 这个爱马仕的 限量的香皂 非常的可爱 小小一个 然后它的这个盖子呢 好 算是那种有点青绿色 好 蛮漂亮的 然后就是会反光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 大户特别提供给宝可梦十组 好 我们这十组呢 好 要分八组来送给我们的新户朋友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永丰的任何户头 而且你刚好要开户的朋友 请你就是赶快上车 添上我们的旧团代码CTOPIA 就有机会抽中八组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要送什么东西 好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 哈哈哈哈 好 新户独享就是东奥五十组 然后爱马仕八组 总共是五十八组的部分 那我们旧户的部分呢 我们要先送小七五百元商品券 这个也是我前一阵子 其实在我们大户Tilogue里面去讨论的时候 人家比较多人投票都想说 我要小七五百元 小七五百元感觉上比较有价值 没有关系 我准备了十组 要来送给我们旧户的朋友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也要再加码我们的宝可梦曼奇积分 五百分呢 好五百分等于是五百元 好 然后你可以来就是参加限量的 1比2 1比3 1比4 1比5 1比6 1比7的兑换活动 那我希望你们都有机会 可以把这个点数倍数放大的活动 就是都中奖 都把这个东西都带回家 这个很棒 好 那这个组数呢 我准备了三十组要送大家 所以我们的旧户的部分呢 总共有四十二组 好 就是爱马仕的部分 我保留了两组给我们的旧户抽奖 好 那新户的部分呢 有大户抽出 旧户的部分有宝可梦自己抽出 那抽出之后我会公告 也请大家要主动来领奖哦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地址 你没有跟我讲你的地址 我就没有办法把东西送给你了 好 那这后面黄框框起来的部分 就是我个人自套要包2万块钱做活动 好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有所收获 好 那这是他的这个活动的详细办法 你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三个步骤 你第一个一定要跟团开户 你如果不是跟本团 好 那大户一定抽不到你 好 那接下来你要记得要开大户头的证券户 因为这样子你才符合大户的登记 好 那第三个呢 记得回来我们的系统来做登记 好 这系统的连结在下面 记得要来登记 那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白组的抽奖哦 好 那也提醒大家 新户奖的部分有58组 是由大户抽出 旧户奖的部分有42组 是宝可梦抽出 好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东西 One more thing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大户最新制作出来的两个赠品 有没有看到这你可能有点期待 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好 那我现在进行这个全球首发的开箱了 这个呢 就是大家期待很久的皮革证件套的简易版 是不是非常有质感呢 好 那这个东西呢 你里面可以放一个你的 比如说你的证件 好 或者是你一个简单的小皮夹 好 那你东西放着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放着 然后就带出门了 好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有质感的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大户的logo 好 那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限量 目前的外面上都没有 就是大户独家制作的赠品 所以我跟大户要的10个要来送给粉丝朋友 你想要吗 你想要的话 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大户Telegram 好 宝可梦组织的大户Telegram里面呢 有非常多大户相关的活动 永丰相关的资讯 还有投资理财 我们都在里面讨论 非常欢迎你加入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有这种很漂亮的便利贴 非常的像那个女生化妆的这个东西 非常适合女生来使用 好 这个叫做便利贴 就是把它撕下来就可以贴到东西上面去的 这个也是绝无仅有的限量品 那这些东西呢 我都有去争取分数 而且要放在我们的社团独家 就是赠送 那至于怎么赠送 活动规则怎么走 记得来里面 我们就会跟你讲 好不好 赶快加入我们的大户相关 也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 大户2021年下半年的权益分享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把这个影片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赶快跟团上车 把世界上最好的这个数位账户产品 赶快拥有 赶快带回家 我是包口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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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